下午第一位請楊瓊瑩委員質詢 尋答時間為30分鐘 主席以及我們蘇院長所領軍的團隊 新聞媒體朋友楊瓊瑩發言 主席本席想邀請蘇院長 請蘇院長 院長好 委員你好 一定有我們現在口罩實名字2點0 12號要上路 那麼我早上聽到陳其邁副院長說 就是像在唱演唱會的門票 可能要守在電腦前 所以要請問院長 目前壓力測試的狀況如何 民眾如何可以提早做好準備 請教院長 謝謝 這個我也特別到網路公司去看 都是非常優秀的工程師 都是非常優秀的工程師 他們在測試壓力 各方面在做 這個很專業 我也不是內行 那總之 就希望上路後 都能大家更方便的買得到 好 所以因此口罩實名字2點0 要採取網路 預購 並且到超商去取貨 這個方式的確是非常好 因為他可以對於上班族的這些人民 他非常的便利 那當然呢 昨天也特別提出 也就是說 中央疫情中心指揮中心說 是這個口罩呢 那我們現在限量是一個人可以買3片 那是15塊 那他的物流費呢 不會超過這個價格 那麼是否屬實 而且陳如剛剛所說的 就是物流費就是7塊 所以口罩費就是15塊 再加上7塊 等於你在12號之後上網 在26號上網的時候 那麼就可以在3月26號到超商去取貨 22塊 12塊開始進行嘛 是嗎院長 12號開始執行 我特別交代 就是所有的都準備好了 讓疫情中心宣佈 那這個費用 應該就是以疫情中心宣佈為準 那不會超過15塊 院長你現在不知道答案是多少是嗎 我知道 但都由他們來宣佈 請問是多少 我都知道啦 你知道因為他剛剛宣佈了時候要請教啊 我請華部 院長這個是很重大的事情 這個是全民都在非常的渴望便利 我們非常的支持政府這樣的作為 所以再一次請教 是不是我們的口罩實名制網路訂購 要在12號開始開放 那麼我們的口罩就是15塊3片 物流費就是7塊 在3月26號可以到超商去取貨 是不是如此 請跟委員報告 目前就是以15塊最多 不會超過15塊的範圍來處理 所以有的地方遠 有的地方是 院長您的團隊可能要加油 剛剛因為在電視上疫情中心這麼說 既然我們身為院長這麼重大的事情都不知道 你的幕僚都沒有跟你講 最新進度啊 所以再一次的說明 剛剛疫情中心所說的一定 是說12號可以開始登入 3月26號可以到超商去取這個口罩 那麼3片的口罩15塊 物流費7塊 是不是如此 委員我是把這一個宣佈 留給疫情中心去宣佈 我都知道 但我 你所謂的知道是不是就是這個答案 對啦 對你就說對嘛 這就是老偶人 接下來 人家已經宣佈了 我不是在未宣佈之前 請問你的 已經宣佈了啦 院長你很可愛 我用可愛來加冕你啦 所以你們的消息 一定要讓你知道 因為大家互相尊重嘛 接下來本席要請教 非常嚴肅的議題 晚上 終於我們的國人可以回到台灣 要謝謝政府的一個溝通 在這段時間 全民不管朝野全力支持 這個是我們台灣人 最團結的力量的一個展現 所以因此晚上包機 要回來 預計9點多要回來 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但是大家也要請問 我們的防疫工作 目前準備的怎麼樣 從武漢台商我們一直溝通 希望能夠順利回來 我們都會堅持 防疫優先 弱勢優先 所以防疫 都有照我們要求 我們都要照這個水 標準 才可以 換句話說 從上飛機 一直到下飛機 之後 我們要做的防疫工作 通通都準備好了 我們都準備好了 院長 這樣差不多就對了 對吧 這樣子讓人民可以放心 你不用怕 你是政治界的直升者 要直接回答議題 謝謝你 我要把光榮權威留給他們 這樣樹立他們 但是今天是我們行政院質詢 在接受立法院的質詢 所以人民還是期待 希望能夠達到 聽到正確的答案 院長您口中所說 謝謝 接下來本席要請問 就中火的議題 就中火的議題 本席要請教 中火的議題 有幾個事情 要請中央單位 來協助 中台灣的人民 這是非常重要 我們希望能夠得到答案 我們希望能夠得到答案 所以本席要先回顧一下 中火跟市府的事件背景 2019年台中市環保局判定 中火使用南美超標 因此第一次罰300萬 第二次罰600萬 第三次因為兩次的期限改善 未改善 所以廢止了中國兩部機組的許可證 包括罰900萬 這個背景 在2020年的時候呢 2月12號 台電 請環保署來解釋 質疑 2月15號環保署 發函給台中市政府 要求5日內 也就是21號 要更正處分 2月21號 台中市環保署 回護給在數院委員會中 所以未更正處分 這是台中市政府環保署回護給環保署 2月25號環保署 台中市政府環保局回護給環保署 2月25號環保署 撤銷 台中市政府對中國的處分 所以因此 本期要再提出 環保署片面違法撤銷處分 當然有它的理由 三加一的理由 就在上面 第一個 中國生肥使用量未超標 第二個 台中市府創造 創造 財法條件 第三個 台中市府用誤善更改許可證內容 第四個 地方政府處分 瑕疵 恐衍生 國家賠償的爭議 就因這四點要件 環保署撤銷了台中市政府的一個處分 所以本期在那邊請問院長 您同意中部火力發電廠 傷害中部人的這個健康 這個說法嗎 委員你當副市長的時候 台中市政府五度發布新聞稿 說 台中的空氣品質改善 而且是九年來最低 這是你當台中副市長的時候 五度發新聞稿 一再對台中市民說的 而 蔡政府上任以來 減煤六百萬噸 台中才能看到 蔡政府的努力 那至於台中市政府用什麼誤善這種理由 推翻前面所賀准的許可等等條件 是不當的 環保署是空無法的主管機關 對於台中市政府作業瑕疵的地方 都有一一指出 所以對於中火 其實大家心意是一樣 就是燃煤盡量減少 但是 委員 你要 看到數字說話 過去一年 包括台中市在內的中部 用電 百分之八十 是靠旁邊縣市 發電給你用 所以這個是很科學的問題 不能只有自己要用電 自己不發電 還要賠點發電給你用 這也不合理 所以 蔡總統蔡政府 一再希望減煤降低 甚至於我還特別要求台電 要再更努力 再減一步機組 所以 相信 中央地方來努力 漸漸把空污改善 是大家 要一起努力的做法 但 作為政府 不能 用 什麼 誤善這種理由 去推翻 全政府發給的執照 一個政府 也不該只有 以自己 我想要這個結果 結果把條件做 自己意識的解釋 更不能說 哎呀我只要用電 別人發電 讓我用 也不能這樣 同時 台商回台的投資 台中是佔很大的部分 沒有電 也沒有人願來投資 所以 創造就業機會 也必須要有相對的努力 相信 委員 現在 出席國會電堂 同時又當過 台中市副市長 必定 能斟酌這方面的圓滿 本期願意 用三分鐘的時間 讓院長您說明清楚 也要讓社會大眾去聽清楚 到底中央政府 對於中部地區 中台灣 人民的健康 是怎麼樣的對待 六次的改善 代表的確是非常的嚴重 第二個 您說80% 中台灣中部地區的用電 是由其他的地區來輸配 有待上去 所以本期再次的請教院長 再次請教院長 中國 傷害中部人的健康 這個說法 您再論述 您的看法 我們政府 尤其蔡總統 一再的 要政府團隊一起來努力 用燃氣來代替燃煤 我們一直追 請就針對本席所問的提問 中火發電 傷害中部人的健康 這個說法 請教院長您的看法 如果以這樣來說 那過去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傷害最大 換句話說 就是有傷害 是嗎 蔡政府 就是有傷害 是嗎 一直減低 燃煤的用量 謝謝院長 您這個減低 代表就是有傷害 台中市政府 在去年3月份的時候公佈 台中市 空氣污染物PM2.5 環境調查 跟健康風險 的評估報告 其中 列為全市 29區的前7名 從龍井到後 到無期 分別是 這 29區的前7名 換句話說 在這8種的一級 致癌物 的濃度最高 所以因此 本席還在提出 台灣流行病學的理事 廖永國教授 從2016年開始調查 他開始調查 測得空氣 IARC 在整個國際 癌症研究機構裡頭 確定 一級 致癌物 是包括了 生 噁 虐 代案型 這一些的致癌物 如果進入到人體 跟不良習慣 跟慢性病 跟病毒產生交互的作用 更加加速 危害身體 因此 本席要說 降低空氣中的 一級致癌物 是有破解需要的 請教院長 這些的專家學者 告訴我們 甚至在國際上面 在中台灣地區的人民 我相信 也是你 院長 心想要一下嗎 我們是不是要來一起 共同努力來維護 中台灣人的健康 請教院長 對 所以用了這個對 本席再提出 陳志毅副院長 他更提出 造成癌症 分為後天遺傳 我們理性的來探討 他特別指出 在國際的期刊 空氣污染 是肢癌的原因之一 因為PM2.5 會造成黑菇 小孩子都黑菇 第二個 慢性肺氣囊腫 還有一個肺癌 所以經過了 這麼樣的一個確認 他的確 是肺癌 非常重要的致命因子 所以就因了剛剛院長 您所說的是 要好好一起來維護 所以本席再請教 空污跟少子化 是不是我們 紅樣式列為 國安危機 請教院長 委員當副市長的時候 五度發表 台中市的空氣品質改善 應該不是假的吧 你又少一次了 是六次 你少說了一次了 所以本席再請教 環保署護航中火 是在逼台中人慢性自殺 請教院長 環保署是以空污法的主管機關 對於自己權責所在 審慎執行應該做的工作 對 所以就因了院長您說的 審慎執行為了環境空污 他是在維護環境礦污 而不是在護航 所以因此本席要再提出 在國際醫學專刊裡頭 期刊裡頭 心血管的研究 他特別提出空氣污染 嚴重肆虐全球 我看到這個數字我很恐怖 我很害怕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 空污 遠高於劣跡跟艾滋病 空污每一年所造成提早死亡的 高於劣跡的1.9倍 比艾滋的是9倍 比酒精的中毒的是高於3倍 亞洲是受空污影響最重的地區 空污是東亞地區平均減少3.9歲的壽命 院長根據這些的期刊 國際期刊的一個發表 所以因此他裡面特別再講到一點 有辦法消除因燃燒煤石油天然氣等 所釋出的有毒物質 跟會造成肺部傷害的這個威力 如果消除會讓人類的生活 人類的生命會多延長一歲 會多延長一歲 所以本習在這邊要再次的說 環保署的一位護航 等於是在逼中部人慢性的一個自殺 而且第一個不准地方政府來管束 第二個不是人民的財產生命安全 第三個就成如剛案所說 我們要怎麼樣讓中部人能夠有健康 而且達到電的一個均衡性 大家應該理性的來探討這個部分 所以因此剛剛院長講到台商回來需要電 台中市政府是第一個全國二十二縣市 在大年初六就立即請台商回到地方來 大家好好的坐下來談 怎麼樣達到一個均衡點 辦人的點能夠達到 這個是我們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要再一次的請教院長 中部人用健康為經濟發展來陪葬 你認為對中台灣的人公平嗎 請教 委員的推論 我不能接受 委員所做的結論過於偏頗 沒有人會贊成空屋 大家都希望好的空氣 但也沒有人能接受 沒有電或者要限電 台商要回來 第一個就問會不會缺電 所以要有電 還要讓我們中部的人能夠有健康啊 所以 那我邀請院長 你一個禮拜在台中住一次 蔡政府一再 我邀請院長跟署長 一個禮拜到龍井住一天 所以 可以嗎 蔡政府一再的減煤 這是九年來最低的 而且還減煤達六百萬噸 謝謝院長 本席再給你提出一個數字 中國一天 藍煤五萬噸的深煤 根據台電自己的統計 萬分之五的飛飛會散意出來 等於每一天 中台灣會有二十五萬噸的飛飛污染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台中人空氣污染最知道 最知道 因為我們穿白色的襯衫 會卡得灰灰 我們的窗戶 會卡得灰灰 我們的植物 也會卡得灰灰 所以院長 本席 要非常誠意的來要求 跟拜託 我們應該對中部火力發電廠 進行長期的流行病學調查 空污跟癌症的關聯性 一定要將問題去明確化 不要讓中台灣人不明不白的 成為錯誤的能源政策的一個受害者 院長 本席的要求 拜託你做好嗎 沒有人會反對為空氣品質好來努力 因此蔡政府的努力 台中市政府大家一起的努力 才會使台中市政府五度 那你說是六度 發表空氣品質越來越好 院長 謝謝您的作為 我們要來拜託 對現在還佔全國第一名 本席要求 我們針對中火 做長期的流行病學調查 讓空污跟癌症的相關關聯性 讓他釐清楚 好嗎 讓我們明明白白好嗎 委員 這個 台中火力發電廠 您做的到啊 院長 我們一直要減煤加氣 那台中火力發電廠 我們也做減煤努力 到六百萬噸 針對要求 對中火座流行病學的調查 將癌症跟空污 做一個明白 的一個方向 讓民眾了解 這是政府應該要做的 委員 你剛才講 拜託你來做好不好 委員 你店頭就是要做是不是 有一些齁 有一些齁 請您來做好嗎 你是 你是律師 又擔任過民政民意代表 你是最資深的政治家 拜託您來做好嗎 我們希望民主國家的作為是明明白白好嗎 會 就台中中火 我們一再最大的努力就是 會 用燃氣 來代替燃煤 院長 本席再度提出 要求 針對於中火 做長期的流行病學的調查 如果連這個低微的拜託都做不了 民眾要怎麼樣信賴呢 這個委員 院長 您三師 所以 我們希望 中部人不要成為 人體空氣清淨機 為了避免這些空污的一個 導致的離癌 拜託院長 請你來做 好嗎 委員 中火是火力化電廠 不是這個醫學中心 拜託你來做好嗎 不是請中火做 而是針對中火 這個搞錯單位 你來行的啦 你不要把生在旁邊去啦 我們是要請行政院 針對於中火 來做這樣的一個流行病 長期調查 中火不是醫學機構啦 本席要求你們來做 針對於中火 不要扭到旁邊 請你三師 再回答本席 因為環保署厚言無恥 要求三媒增加10% 院長 如果你是當地的人 你會同意嗎 你會同意嗎 我會很理性科學的說 中火這些年來 一直在剪藍媒 我會很理性科學 院長 請你解決我們的問題 這是全國民眾都在看 請你解決我們的問題 所以因此本席要再強調 現在我們在防疫 大家很辛苦 大家是防肺炎 我們中部地區要加碼 不只防肺炎 還要防肺癌 很可憐 所以本席建議 中台灣的人民 我們願意配合政府 原本我們戴口罩 但是因為現在緊急狀況 無可厚非配合政府 所以我們拜託要求 中台灣的人民 希望一個禮拜發欺騙口罩 讓我們安心好嗎 口罩的數量 我們很感謝經濟部 尤其省部長 從過年到現在 非常增加生產 部長很辛苦 我還撐他不受力上 他越來越來越好 所以他說到 開始有1000萬片 昨天我們在經濟部 加碼 我們32台 1300萬片日產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 所以拜託 台中地區不只要肺炎的一個防疫 還要肺炎的防疫 我們中部地區的人 每一個禮拜發欺騙口罩 拜託院長 全國的同胞都會一樣 我們都用實名字 大家都公平的 都同一個標準 院長 談到這裡 剛剛本期說環保署 竟然要求要提升10%的聲美 所以我用了非常嚴肅的名詞來稱呼 我也不願意 但是實際上是如此 因為 三媒管制條例 在市議會正式通過 三媒使用量 藍媒市城基準點 1839萬噸 減媒市城的期限 從條例公佈起 2015年的1月26號 起4年起算 所以一定超標 事實數據 質化量化都告訴你 它是超標的 所以我在這邊 再一次的來拜託院長 環保署應該是維護我們的環保 空氣清新 而不是做一個維護 台電的一個護航者 這個業務根本不認同 如果持續下去 本線要求 環保署長應該下台 因為你不正業 院長 你這個要求不合理 而且不對 因為環保署長依法行政 而且因為環保署的要求 依法行政你是律師過 行政程序法第117條裡頭 非常的清楚 告訴我們 在書院審議當中 對公益有危害的 你不能做任何處分 你怎麼可以在 台電給台中市政府 書院委員會的時候 審議當中 你可以在兩天多的時間 做出撤銷的處分 怎麼可以如此 院長 我要跟你說明清楚 竟然這麼亂搞 所以拜託院長 如果環保署繼續這麼做 環保署長應該向台 你很多的 了解的名詞都是錯誤的 接下來本席要請教 振興抵用券 到底是新經濟 還是新明星 振興 所以本席要請教 在ETtoday裡頭 有做了一個統計 提出的 這個振興抵用券 64.6% 他們不會因為 振興抵費券 而去住宿 其中他說應該不會的 達到41.9% 一定不會的 22.7% 而且他們特別提出 民眾希望的 因為現在政府非常的接地氣 我們期待接地氣 也就是他第一個是希望 發放可以全額抵消的消費券 這個其中達到了65.2% 第二個 個人所得稅減免或者是緩徵 61.5% 第三個 是針對企業界的一個減稅 跟降租28% 這個是做出的民意調查 所以包括了要請教 包括了傳統的市場 夜市小吃攤 一片還好 會不會納入我們的補助單位 您叫院長 會不會 我跟委員報告 就是大家在關心的這個 陣型 請告訴我會不會 委員在關心的就是 野蜜仔菜蜜仔 會不會 尤其菜蜜仔 是有列館的 這我都會支持 好 謝謝 所以院長 是不是想想 既然民眾對於抵銷券是不同意的 那麼是不是趕快研議 我們全力支持六百億的預算 是不是去研議 改為朝消費券或減稅的方向 實際上有幫助 好嗎 會用不同的這個包 包括本席所提出的嗎 有的呢 盡量讓各種 謝謝 多元的使用方式 真正幫助我們的民眾 好 下一個議題 首都減壓 遷都大台中 北部極化的發展 南部極起直追 讓我們的中部呢 核心地區 可以說是嚴重的跳過 所以本席再請教 中台灣的面積一百零五萬公頃 所以本席請教 因為前蘇嘉全院長也說過 希望簽到台中立法院 那行政院 賴清德前院長也主張過 所以請教我們的蘇院長 你也最貴新議員啦 那麼為了紓解我們的均衡性 整個台灣地區的均衡性 請教蘇院長 總統府行政院立法院 哪一個該簽到台中來 在我們的成功裡 霧峰省議會你待過 還有我們的中信信村 還是通通一起去 請教蘇院長 謝謝 唯一左路政壇 最先服務的八年 就在台中 在霧峰 我整個看著台中實在很棒 但是委員一直宣傳 台中會會癌啊 會空污啊 還要叫人家簽去 這是相反的宣傳 這是政府的責任啊 所以不要一直宣傳這樣 好 謝謝